近年来,戴装螺丝粉销售火爆也带动了螺丝粉产业的发展。 在广西柳州市白沙镇王梅村,家家户户都养螺丝、种豆角,村民依靠种植养殖业实现脱贫致富。 2019年,柳州市螺丝粉协会与王梅村签订了产业抚平战略合作协议,打造豆角种植基地。 当前,王梅村青豆角到了采摘的季节,村里上百亩田地接着线长饱满的青豆角,村民穿梭在豆角架间采摘。 豆角成熟后,为保持其新鲜状态需要及时采摘,不少村民凌晨两三点就下到田里摘豆角。 9日8时,王梅村村民黄利梭已经采摘了数百斤青豆角,只见他一边沿着豆角架向前,一边观察豆角是否成熟。 看到能采摘的,便抬起右手轻轻掰下,用左手接过。 不一会儿,他的左手就拿满了摘下的豆角。 在当地,螺蛳粉配料的生产制作已经成为一条产业链。 酸豆角作为螺蛳粉配料之一,近年来需求大增。 今年上半年,柳州市渔风区增加豆角种植面积3000多亩,辐射12个村900余户,其中建党利卡户300多户。 临近中午,村民将一早采摘的青豆角打包成捆,用自家的车辆运送至酸厂收购店。 青豆角被酸厂收购后,酸厂会先将豆角清洗并脱水,之后再将其晒干。 最后放到腌制池中腌制。 腌制过程中,酸厂采用山泉水和企业特有的老酸水及乳酸菌结合,与晒干后的豆角共同放入腌制池中。 经过25天的发酵,香脆的酸豆角便出炉,作为螺蛳粉半品销往各地。 2018年,酸厂带动农户种植青豆角2500亩,促进农户增收约1000万元。 豆角是在腌制的话就有270多万吧,但是收购豆角的量是很多, 就是我们还要走市场的宣斗,去年的量估计也是在1000多万斤这样吧。 2014年底,柳州第一家螺蛳粉预包装生产企业诞生,通过互联网的推动,螺蛳粉成为网红小吃。 目前,柳州螺蛳粉网上店铺超过1.2万家,日均销量约100万代,销售收入超过45亿元, 并远销美国、加拿大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